台北市新一元版A13的马来西亚素食餐厅保龄茶室 疑似传出了这个疑似是食物中毒造成死亡的疑云 卫生局接获通报 在22号有两位民众相约用餐点了素食炒果条 当天晚间两个人出现了腹泻的情况 而其中一个人的病况严重 隔天到新北市联合医院就医 随后在24号凌晨病情恶化 最后不明原因死亡 卫生局表示在24号前往保龄机场 发现22号当年的食材并没有被留下来 而且还发现了除工没有检检报告 以及除剧不解等两大缺失 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而另外我们还收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是有一名10岁的男童在23号 也吃了这个草果条之后是吐不停 家属也在今天通报卫生局 餐厅空荡荡店门口摆出告示消毒施工 26 27号停业 因为这里爆发疑似食品中毒事件 3月22号一名40岁女性男子 跟有人相约到原百姓EA13 保龄茶室餐厅用餐后 分别在当天晚间8点10点身体不适 其中女性有人恶心腹痛腹泻 到诊所检查症状轻微 但女性男子还出现上吐下泻 隔日先到新北市联谊治疗 24号病情急转直下 到马家医院抢救11小时后 不明原因死亡 遭医院通报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疑似食品中毒的一个发生的时间 是在3月22日 那我们3月24日接到通报 当天已经没有同批的一个食余 餐厅本身就是缺乏工作人员的 健康检查的报告 而且有餐具不解的情形 据了解两名个案在3月22号 使用餐点有素食炒果条 里面有高丽菜红锡菇 酱油果条及香兰液饮料 卫生局表示 个案并未使用到海鲜或蛋类等 可能造成食品中毒死亡的食材 且业者宣称 3月20到3月22号 共25人都点了素食炒果条这道菜 并会发现其他客人有异状 究竟哪个环节出问题 北市卫生局镇彩及检体 包含橱公首部砧板刀具 将与就因民众检体进行比对 是否为相同病原菌 若相同才能定调为食品中毒事件 卫生局预计结果约两周后出炉 不过现在传出还有另外 当天吃了同样餐点的客人 向卫生局投诉 自己10岁的儿子 吃了半盘炒果条后 又吐又喘 而自己的先生也有拉肚子 目前还在等卫生局报告 而时间来到保龄茶室 官网查看 该分店3月31号租约到期 东区新展店地点未定 如今爆发食安隐忧 恐让品牌生育蒙上阴影 这台北最后报道